知道但您看在台東跟台南 相繼舉辦熱氣球活動 帶動了周邊商機之後 高雄市觀光局跟業者 也在澄清湖畢推出了 熱氣球嘉年華 但是因為澄清湖是水源區 就有環保團體質疑 大量人潮和車輛涌入 恐怕將會污染環境和水源 他們要求觀光局立刻停辦 否則就要向監察院檢舉公部門 涉嫌獨職 卡通造型熱氣球緩緩升空 停在40公尺高空 向下俯瞰 澄清湖山光水景 禁收炎底 繼台東台南推出熱氣球活動 炒熱觀光潮 高雄澄清湖也要辦熱氣球嘉年華 業者樂觀預估37天 能吸引超過3萬人搭乘 博環保團體強烈反對 質疑恐怕污染高雄飲用水 澄清湖是一個水源水質保護區 而且它也是空氣淨化磚區 那在這裡面 它有非常多的限制 一直把這個法令 跟這個利害關係告訴他們 但是他們非要質疑 就要選擇那個地方 所以我們覺得他們是有 處理特定廠商 環保團體憂慮水質和空氣遭污染 港市觀光局解釋 熱氣球燃燒平晚升空 如同家用瓦斯 並不會污染空氣 另外環保局也會嚴格監控 至於水質部分 自在水公司每日監測 並監督業者廢水節流處理 熱氣球的活動沒有用到水 我們也不會跟湖面去接觸 這整個的部分 我們相關的筹辦的單位 這個部分我們都會做嚴格的管控 活動期間 為了解除民眾說怕會污染 鹽水的遺利 我們每一天會檢測 我們的水庫的鹽水 然後公告在我們 區處的網站 各單位已在掛保鎮 熱氣球嘉年華不危害環境 但環保團體質疑要求 另密場地 並將資料送交監察院 檢舉告示觀光局 和自來水公司賭職 要清查工部門 非辦不可 是否圖利業者 記者李帥 莫召全高手報導 加上桃林 主席 公民 市民 擅任 聼